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英雄说书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说书人阿锐 替大家带来精彩的英雄故事 今天终于要来聊一个我个人期待已久的主题 那就是 美国的起源 我想哦 萤幕前的观众朋友 不论你身在何方 不论你去到何处 一定都听过这个国家的大名 它是位于美洲大陆中部的联邦共和国 由50个州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外加5个自治领土 与多个外岛所组成 全民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的人口数全球第三 领土面积也排到前五 最霸气的呢 大概莫过于现役军人数量 位居冠军宝座 喜欢美国的网友认为他们是正义使者 中性一点的说法大概是民主外送源 酸度比较高的可能就是邪恶美帝 但我必须要说 国家存在于世界上 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不会只有一种面相 我们说过许多人物的故事 有听众喜欢 一定也会有人讨厌 而这样个性的冲突感 恰恰就是最迷人的地方 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 美国之名还未诞生的15世纪 来一场时光之旅吧 美国为什么叫美国 这大概国小学生都可以回答 这是美利坚合众国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缩写 那么这个America 美洲大陆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可以回溯到公元1492年 由探险家哥伦布参与的 发现新大陆事件 当时哥伦布获得西班牙王室赞助航海计划 意外来到了美洲 会说意外是因为他本来预计可以绕行地球一圈 到达亚洲 开启另外一条香料贸易商路 无奈先碰上的是巴哈马群岛 由于哥伦布起初误以为这里是印度 将岛上的原住民叫做印度人 也是后来美洲原住民族被称为印第安人的原因 尽管哥伦布有先登的优势 北美新大陆终究没有以他的名字命名 要到后来南美洲的独立运动时期 才出现哥伦比亚纪念他 关于小布的探险故事也是高潮迭起 我们未来有机会另开专片介绍 话说哥伦布找寻新航线失败的消息 传回西班牙 让他的赞助商颇为失望 但也激发很多贵族们不服输的斗志 一个探险家不够 我们就派更多的探险家 于是有一位名叫 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佛罗伦斯人 接着出发了 大家从他的名字会发现 Amerigo America 怎么有一点像呢 没错啊 当时亚美利哥同样有到达美洲 只不过他做出跟哥伦布相反的判断 他认为这不是亚洲 而是一块崭新的大陆 因此后来的人们才以他的名字 来替美洲命名 虽说前面提到有西班牙 葡萄牙各方的探险团 在新大陆踩点 但这时的欧洲人 并没有要在此地扎根经营的计划 只是抱着想要拓展商路的心态 一直到了16世纪末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 一世时期 她才开始起心动念 想说啊 不然我们在美洲大陆 发展殖民地事业好了 殊不至啊 当年美洲可是一片 危机四伏的荒野 最初来到这里的英国人 别说经商贸易 连要种点谷物来填饱肚子都有困难 还得靠印第安人大发慈悲 技术指导 才能够侥幸存活下来 历经重重险阻之后呢 英国移民总算建立起 第一个可以存活的殖民地 名为James Town 由于这边的民众啊 多数是由维吉尼亚公司所招募 也成为后来维吉尼亚州的起源 有些学者会形容啊 早期维吉尼亚殖民地这边的人口 主要由有钱的士绅和签下契约打工还债的劳工所组成 因此传统上阶级观念比较重 而和他形成对比的呢 大概就是在公元1620年 搭乘五月花号商船 抵达雪与角的那批清教徒了 那艘船上的乘客啊 从英国出发 经历了大约十个星期的艰困航行 虽然最后呢 仅仅剩下一半的人平安抵达北美 但他们呢 有不少人的后代都有杰出发展 特别是在政治法学领域 这一批乘客呢 当时还在船上签署了一份五月花号公约 条文内容啊 主要叙述 大家是为了荣耀上帝与英国国王 飘洋过海来到异乡开墾 并且呢 自愿组成一个人民自治团体 为了让团体顺利发展啊 将颁布各种适合人民的法规条例 并且承诺彼此服从遵守 这则公约呢 被认为传达了两个重要内涵 第一啊 政府呢 是基于被管理者同意而成立的 尽管只是在一艘船上 依然可以看出政府的雏形 至于第二点呢 就是大家后来经常提到 美国以法治国的建国精神 但是啊 不好意思啊 又来戳破粉红泡泡了 五月花号呢 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没错 可是哦 我们不能忽略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人越多啊 江湖越是凶险 不可能所有人想法都一样啊 光是怎么做才叫做民主 我想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答案 事实上呢 前往北美开发殖民地的欧洲人 是有各种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所属公司 打从一开始就不是那种 人民大会形式的一眼塔 举个例子来说 当五月花号抵达新大陆后 吸引了不少清教徒追随前辈的脚步 来到东北部这块被称作 新英格兰的地区 以波士顿为中心开始发展 后来也比照维吉尼亚模式 成立了一间麻塞诸色湾公司 大家熟悉的麻州因此得名 然而这当中啊 就由于清教徒理念不合 后来离家出走到罗德岛的牧师 还有天主教徒建立的马里兰州啊 贵阁会的宾州等等 荷兰人也曾经尝试花钱 买下曼哈顿岛 瑞典人则在德拉瓦河流域 占地为王 尽管后来这些地方 都陆续被英国人征服 但你不难想象 武力征服的背后 并不能带来文化上的统一 而英国人能吞掉 荷兰与瑞典的海外殖民地 是因为还没有碰上 真正的竞争者 有个国家早就已经对英国虎视眈眈 没错 那便是他们永远的宿敌 法国 老观众都听我们聊过 像是圣女贞德 英国常公兵 狮子新王李察的故事 关于英法两国之间 复杂的恩怨情仇呢 欢迎从右上角资讯卡 前往复习 话说呢 当英国开始拓展 北美的殖民地时 法国当然不落人后 在16世纪上半夜呢 就有派出探险家前往勘察 他们走的路线是从圣劳伦斯河上游到五大湖区 在沿着密西西比河之流往下抵达墨西哥湾 其中呢 密西西比河这一块流域就是后来的路易斯安娜 这个名字呢 取自当时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 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啊 称之为新法兰西 如果光看地图会讶异哦 新法兰西的面积呢 比起英国殖民地大好多啊 but 我们深入观察就发现 法国宣称拥有的地区 其实大多是未开发的荒野 他们只是在上头呢 插几个堡垒作为领地的象征 是不是很有既视感呢 大清帝国啊 当年对台湾的统治也是这样 靠着西部几座大臣 侏罗阿府城 凤山做行政中心 对台湾其他地区的掌控力哦 是很薄弱的 有一些百姓啊 宁可缴税给原住民部落首领 也不愿给汉人官府 好啦 那么英法在北美洲的冲突 又是怎么开始的呢 现在啊 讲到北美原住民族 大家都会浮现印第安人 事实上哦 这是一个不大精确的范衬 就像你说台湾原住民 偏北部的泰雅 与偏南部的鲁凯排湾啊 那个风俗习惯都会有很大的差异 当时法国为了要从殖民地的河川中 猎取河梨皮草 选择啊 与在地的原民部落合作 主要是阿尔滚秦和修伦族人 甚至呢 与他们通婚 学习他们的语言与文化 然而部落与部落间呢 同样存在着敌对与同盟的外交关系 与法国友好的这些部落啊 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名为义洛奎联盟 一落魁啊 看到阿尔滚秦他们有法国撑腰 哼 苏狼不苏丁啊 便选择了与英国人合作 于是北美新大陆上头呢 就呈现了一个 英国法国与本地原住民族的 多人乱斗状态 和我讲过的斯卡罗与狼桥十八社啊 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北美各方势力呢 从17世纪达到18世纪初 虽然都是以零星冲突居多 但彼此呢也累积了相当程度的仇恨值 在这个moment这个时间 有一位重要的人物 在维吉尼亚州的威斯特摩兰诞生了 他名叫乔治华盛顿 讲到华盛顿啊 大家肯定会想到 他六岁就能挥舞斧头恐吓老爸 啊不对 我是说砍倒樱桃树的传奇事迹 其实呢 这故事啊 是出自他家乡一位神父的八卦谣传 真实性哦 已经无从查考 历史上呢 华盛顿出生于公元1732年2月 他们家族是在阿兽那一带 就从英国移民到维吉尼亚开墾 传到他父亲奥古斯丁时呢 已经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农场 还有一批奴隶为他工作 这在维吉尼亚州啊 算是小康家庭 不幸的是呢 在1743年 奥古斯丁未满50岁就意外过世 留下年仅11岁的乔治华盛顿 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 劳伦斯相依为命 由于父亲的早逝 让家族经济陷入困难 哥哥啊 还有机会回他们的殖民母国英格兰读书 到了小乔治这一辈呢 不好意思啊 去附近的教堂里上上私塾般 凑合凑合吧 事实上哦 乔治华盛顿 终其一生呢 都没有跟他父兄一样 踏上英格兰的土地 这也是他相当惋惜的事 幸好 劳伦斯哥哥随后成家立业 娶了一名出身 费尔费斯家族的老婆 他们娘家背景啊 相当优渥 在维吉尼亚州呢 拥有广大的地产 这种婚姻一次解决两个问题 首先是华盛顿家的经济状况得以书解 其次是呢 弟弟乔治啊 又有工作做了 由于当时大家族们所购买的土地 很多呢 都位在荒郊野岭 根本没有实际造访过 需要值得信赖的人协助探查测量 诶 乔治呢 就在哥哥的安排下 刚刚满16岁 就接下了土地测量员的任务 准备深入蛮荒探险 仔细想想啊 那不过就是现在高一学生的年纪啊 就算你是读军校好了 也没有天天在野战行军的 乔治华盛顿离开家后 有大半的时间呢 都在丛林里度过 睡觉的地方哦 只有用稻草铺陈的地点 除了面对恼人的蚊虫 还有与印第安人打交道 大家听过台湾史上 部分的原住民族有粗草习俗 而乔治遇到的部落勇士们呢 则是会在击杀敌人后 取下他们的头皮 作为战利品庆祝 哇 看到对面一个人手持头皮走来 试问单兵该如何处置 我们小乔治呢 不简单啊 他高举酒杯 和对方一起跳舞高歌 兵主尽欢 这样听起来 乔治华盛顿好像对于野外生活 适应的不错哦 其实啊对他来说 这应该更像一份过渡棋的大工 当然薪水比起其他工作是优渥不少 他16岁开始当测量员 到18岁那一年呢 就已经拿赚来的钱 买下超过1500英亩的土地 而哥哥劳伦斯呢 没有亏待这个弟弟 很大方的将他列为自己继承人 说巧不巧 没多久 公元1752年 劳伦斯就因为费结核去世 21岁的乔治华盛顿顺势接手了哥哥的遗产 外加自己投资的土地 摇身一变成为维吉尼亚的年轻地主 但这样还不够 海外殖民地的土地所有权是很脆弱的 稍有不慎都可能变成一场空啊 有什么办法可以取得更多保障呢 由于劳伦斯生前曾经有担任民兵团军官的经验 乔治也顺理成章地进入军队服役 开始累积不同人脉 以少校军阶展开他的军旅生涯 乔治华盛顿接到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担任使者 要去哪边出任务呢 当时啊 法国在恶亥恶和流域 建立了好几座堡垒 英王乔治二世下令 要求法军立刻撤兵 想得美嘞 法国人为什么要答应你 华盛顿啊他费尽千辛万苦 来到法军的堡垒时 被碰了一个软钉子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沮丧 反而利用自己土地测量员的专长 观察一路走来地形地貌 以及呢法军堡垒的分布位置 绘制出啊极为详尽的 二海二地形土 在没有卫星的那个年代呢 一份清除可靠的战场地图 对于军事行动来说啊 真是太重要了 华盛顿虽然没有完成使者的任务 但他回到大本营呢 仍旧官身一级成为忠孝 而且收到长官交办新的任务 这次行动啊就刺激了 他要负责前往二海二河口 构筑堡垒 并且赋予他无限开火权 可以用武力排除一切阻碍 包括法军的干扰 于是啊 华盛顿就带着手下民兵 以及和英国人结盟的 易洛奎联盟原住民 咻咻咻地杀向堡垒预定地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华盛顿远远就望见平坦的草原上 矗立起一座兵营 我都还没动工耶 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 没那么好看的事啊 战略据典人人都想要 这是法国人早一步先来 占领插旗啦 法军盖的那座堡垒名为杜根堡 华盛顿眼看大事不妙 如果是你会怎么做 A 长官交代的任务没办法完成 摸摸鼻子撤退回家报告吧 B 管他的啊 不让我盖我也硬盖 我们从华盛顿年轻时呢 当测量员的经历看得出来了 他个性是非常积极进取的 毫不犹豫选择了B方案 他下令部队呢 在距离杜根堡不远处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搭起另一座临时堡垒 取名叫做必须堡 堡如其名啊 他提供军队作战所需 法军探子呢 很快发觉英国人 清门踏户的行动 事可忍孰不可忍 他们派出一名少尉朱蒙维拉 以下呢 我简称小猪 担任使者前往必须保 要求英军立刻撤离 否则啊 就要展开军事驱逐了 小猪的部队呢 主要是负责传话 编制其实不到50人 但他们的行动 很快就被英国的原住民盟友察觉 回报给指挥官 华盛顿啊 听完报告 以为这是一支骑袭队 要来暗算自己的 那还跟他客气啊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当天黄昏呢 就伙同原住民好朋友 悄悄潜行到小猪 他们扎营的位置 日头一路山 砰砰 枪声就是号令 英军的火枪 与原住民的战俘 在暗夜中飞舞 惊慌失措的法军士兵啊 毫无抵抗能力啊 不到20分钟 就宣告投降 带队的小猪少尉呢 则是当场阵亡 连头皮都被拨下来 作为战功炫耀 惨遭夜袭的消息 传回法军大本营 他们火冒三丈的 透过官方发言 指责英国不讲武德 我们家小猪 明明是要去跟你先礼后兵 怎么谈都不谈 直接开打呢 杜根堡之战 虽然规模不大 但就像一根小火柴 丢进汽油桶 让原本剑拔弩张的英法两国 找到了引爆点 点燃北美殖民地战火的同时 也连带开启了欧洲七年战争 还有历史学者这样形容 一位来自维吉尼亚的小伙子 从荒野中开了一枪 让全球陷入火海 没错 他指的就是乔治华盛顿 刚才那样的形容 当然是比较戏剧化 观众朋友都知道了 与其说是华盛顿引爆战争 不如说它是刚好经过那个发动战争的十字路口 我认为英国与法国之间 长年累积下来的塑叶 才是冲突难以避免的主因 我们还是把镜头聚焦在美洲大陆上吧 这里的军事冲突 有人称之为法印战争 也有人叫做英法北美战争 娄子是华盛顿捅出来的 它自然难辞其咎 战争在公元1754年开打 而在那场夜袭成功后不久 华盛顿就遭到法军痛打一顿 被迫在自己建造起来的必须宝低头投降 并且交出武器和物资 如果是对北美建国史有兴趣的朋友 肯定在网路上听过一个说法 说华盛顿和我们大汉硫黄书一样 都是常败将军 撤退战的王者 他的传奇就是从必须宝开始的 随着两国之间战情升温 华盛顿为了一穴前耻 他打听到有一位布雷德克将军 正好要带兵远征杜根堡 二话不说就跑去毛遂自荐 担任向导 表示自己是专业测量员 我带路远的 大家都知道远有两种 这种是远贏 这种是远征军的兵力虽然比起法国要多 可是仍然吞下惨败 我不是要臭华盛顿 人家只是向导负责带路的 充其量只能说他带赛不要那么迷信 讲认真的当英军崩溃撤退的时候 华盛顿没有辜负他军官本色 有跳出来稳住战线 这一点是让很多士兵印象深刻的 在布雷德克远征过后的三年 英国又发动一场副比式远征 目的地同样是杜根堡 华盛顿同样站在队伍之中 最后也同样的惨吞败仗 但比起之前幸运一点 由于当时英国多路进攻 法军评估大局认为此地不宜久留 决定自己放火炸掉杜根堡后撤退 从这两次经典的随军出征经验 我们不难发现 华盛顿并非那一种一夫当关的猛将 他的优点还是在于出色的观察力 他从失败的经验中发现 英国军队命令传达不确实 整合作战无法发挥大军优势 反而是印第安盟友那一边虽然人数少 可是游击战却打得精彩 以上种种都成为华盛顿成长的重要养分 英国在北美战争的初期有遭逢挫折 但他们在殖民地是有人口优势的 加上战争被提高到全球规模后 法国选择把战力重心放在欧洲本土 对海外殖民地的援助降低 英国则恰恰相反 运用他们优秀的海军 外加盟友普鲁士的协助 公元1763年 参战的各国代表在巴黎签下合约 宣告战争划下据点 单单看北美地区 法国就损失了今日加拿大超过一半的领土 还外加路易斯安娜以密西西比河为界的东半部 因此整场战争打下来 英国可以说是最终的赢家 笑到最后的人 伴随北美战场告一段落 乔治华盛顿也从军队光荣退伍 还娶了一位年轻有钱的寡妇 马莎 在我的想象中 华盛顿大概是极端务实的男人 他和马莎是透过朋友介绍认识 据说两人相处不到一个星期 他就决定求婚 马莎本身就是附加千金 再加上从前夫那一边继承到的庄园 搭配华盛顿自己一路累积打拼的家产 这两人的婚姻完全就是强强联手 更像是一桩商业合作 但大家不要看不起这样子的伴侣组合 我相信很多感情的萌芽 都是来自于各种外在条件 也许是美貌外表 也许是经济条件 冲动是一时的 相爱却是一辈子 华盛顿与马莎的夫妻相处 如果以世俗角度来看 恐怕是胜过超过一半的家庭 学者们尝试想要从当中 找出一些八卦话题 但最后看见的都是温馨与坚定 华盛顿不只照顾妻子 连同他和前夫生的小孩子 也视如己出 如果要说他对妻子 做过最恶劣的事情 恐怕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 华盛顿被推举为大陆军的总司令 他对于这个任务 其实是有热情的 不过他却在家书中对老婆表示 哎呀我真的是千百个不愿意啊 可是最后其他成员投票 还是希望我出来领导大家 哎呀 或许是撒了这个谎 觉得不好意思 华盛顿又写信邀请老婆的亲朋好友 一起到自己的庄园居住 确保他不会太孤单 然而马莎真的不知道 华盛顿想要替土地出一份力的心意吗 我想他是理解的 马莎在收到那封信的半年后 还曾经亲自到军营里 与华盛顿相会 也参与绕军的行程 如果有什么怀疑的事情 大概也会从其他军官口中 得知真相吧 故事说到这里我也不卖关子 英国明明在1763年 成为七年战争的赢家 在北美殖民地这里的民意支持度 也水涨船高 乔治华盛顿本人都非常迷恋英国文化 他甚至把自家庄园 打造成一个迷你的英国总督府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得英国与北美殖民地居民 后来在短短十年间反目成仇 爆发那一场举世文明的独立战争 自认是英国人的华盛顿 为何要跳出来领导大陆军反抗 欲知中间的情爱纠葛 且听下回分枭 又来到我们每月赠书时间啦 英法北美战争的结束 却不是和平的开始 今天就来推荐一本 跟和平有关的著作 那是记录2003年SARS侵袭台湾的记录书 和平归来 书名是取自当时作为第一线防疫机关的台北和平医院 SARS期间他们经历了疯院措施 也爆发了严重的院内感染 导致许多病患 医护人员面临社会上恐惧的眼光 以及自身性命的威胁 我还记得事件发生当下 我正在东吴大学城区部念书 紧邻着和平医院 看到书里不仅采访了医护人员病患家属 也询问了当年参与疯院决策的高层 让我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 得以重新检视 20年来台湾医疗法规 以及应对高风险传染疾病的眼镜 这本书是和平归来剧组团队为了拍摄 将花费一年以上时间做的田野调查 集结成册 现在同名影集和平归来也已经上映 他们的前一部作品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国际桥牌社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透过我们置顶连结 前往支持观赏 照惯例有 在影片下方留言关键字 和平归来 就有机会抽中好书咯 如果你对于美国名将的故事有兴趣 等待续集的同时 我们之前也拍过像是 卧龙巴顿臭屁卖帅的影片 只要点击旁边的方框就能欣赏 诚挚推荐给各位 最后邀请大家不令订阅英雄说书 追踪说书人阿瑞的Instagram 我会在那边分享更多说书日常 在能力索集范围也可以使用 加入会员或超级感谢留言 给频道更多支持 期待和你们下次 空中再见